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没来得及看 但是主要是因为这个书的名字 对我有一个打动 叫何处是江南 你看你是北方人 是吧 对江南有憧憬 所以被你打动 实际上我这个也是一个标题党 这个名字很让人猛一看 像武侠小说 所以买了上当了 也是小清晰 我觉得倒还不是武侠小说 像武侠小说何处是江南 就是我们这个北方的这个男孩子 我觉得在小学课堂的时候 是对江南有一个想象 所以你知道这也是其中一部分原因 当时我考大学 我就要报武汉大学 我就要就到南方去 因为当时就想着 因为你知道 你应该报杭州啊 你不报浙大呢 就是 这大也报了 这大也报 没有录取 就是 就是 好像还报了个川大 就是感觉都是江南美女比较多的地方 因为当时 你知道北方石家庄 今天北京的雾霾是什么样 我想的时候石家庄就是什么样 石家庄一直就是雾霾 就是那样 真不容易 对 活到现在真不容易 我们的刚背 刚心铁背 就是 所以那个时候啊 就在一个灰扑扑的地方啊 你会对江南有一种幻想 觉得哎呀 女孩子都是大眼睛 就水一样的眼睛 说话很温柔 说话很温柔 然后就是一个很湿润的 然后很秀美的地方 你看这是我一个土孩子的这种想象 但是后来呢 读了两本书之后 就是他提出的这个 我就觉得啊 原来是中国千古文人的 也可以说是一种 文化想象 一种梦想 就是你说 他们说的那个江南啊 哎呀 就是就是 它是个什么概念 对 你说的这就像你刚才说的 就是说你作为一个石家庄的一个孩子的江南有一个憧憬 其实你能回答了这个 就是江南实际上是一个想象 一方面是个地理的 一方面是个想象的 当然想象里面也有一些历史内容 比如他的那江南斯竹歌舞啊 那种文人的那种是吧 雅籍啊那种这个十九畅筹的那一面 都是我们那个北方好像就有一点这个 其实中国一直因为中国地盘太大 所以南北差异非常大 所以北方就是蛮荒之地啊 然后江南就是一种歌舞升平的那种东西 我觉得我如果要说的稍微远一点 就是从宋以后开始的这个概念 宋以后为什么 跟南宋当然有关系 他搬到这个杭州去了 杭州去了 因为北宋那时候还是在北面嘛 但是不断地被挤压 这个辽金呢不断地推到 就推到这个只好到杭州去立都 结果呢就是 但是这宋人呢 他那个心里就非常压抑 他就说原来我是在北方有地盘 但是我现在跑到杭州去了 但是呢北方呢又被蛮 就野蛮人站着 所以他得有一个心理补偿 所以他就在杭州大力发展那种 文人的那种 那种特别优雅的那种文化 包括那儒家文化实际上那时候 真正才宋以后 曾形成的一个非常 这个就是系统的 或者说对文人 对这个老百姓 慢慢地会有影响的 那么一个学问 他这里面有心理补偿 就是说你南边你占了地盘 但是你文化不行 你要必须你要学着我们的文化 之后你才能变成一个文雅的人 所以北方人呢一直觉得这个 所以金有时候他也采取一些 这个汉人的一些制度 对 但他总觉得金人辽人 他总觉得这个好像低 就是低汉人一等的那感觉 就跟那个江南文化已经被想象成了一个 对 非常重要的非常那个 当然他跟那江南宋搬到这个杭州有一定的关系 但他这个心理反差实际上是非常巨大的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这个江南就从一个地理的概念 地理的一个位置变成了一个逐渐地被叠加想象的 变成了乌托邦的一个东西 你像你刚才讲 其实就涉及到一个地理概念 你比如说你这一讲就是武汉就不算江南 对啊 对吧 就觉得武汉还是那个 我还去错了 就是那么江南好像相比之下说的是苏浙 苏浙一带是吧 包括一部分江苏 包括安徽 包括安徽 对对对 安徽的一部分江苏浙江 这些大的大范围的基本上都算是 就是大概念里面都算江南 而且这个南北啊真的是很有意思 你看这个到明末的时候 有一个文坛领袖 也是这个画坛领袖董奇昌 他最大的特点就是画就分南北宗 他这个南北宗呢 也不是说完全跟地理的那么吻合 因为他甚至认为这个 你看江南是文人的 文人 他把这个祖宗归到唐朝的那个王维 那个王维 山水 山水 他说从那个时候 甚至这个唐以前叫董元和这个巨然 就那个时候的画家 他们你看画的那个你看富春山区图 你知道吗就是皇宫旺 他们都认为他们是董元巨然的学生 崇拜那个时候 那董元巨然那个时候画的就是江南的山水 对 他就是那种他们叫这个披麻村啊 就是江南的山啊比较平缓 土比较多 你看富春山区图就是 藏一藏的 他当时北方的画家画的就是崇山峻岭啊 就是这种 而且就是他就不同 而且他到后来他提出一个南宗啊 他就认为是有一种文人画的精神 对 你看这就一直下来 你看到元朝的时候 其实也是赶到南方去了 是 像什么皇宫旺啊 对 泥赞啊 他们这些人也是在这个江南这一块 对 活动 对 他是这样 就是说那个宋代当然 宋元街上宋元明 你看我就发现一个现象 后来我在写江南的时候 我就发现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就是说我专门有一件写到 就是你看到晚明的时候啊 他有很多的这个诗词里边 绘画里边表现的叫残山胜水 就满 对对对 他实际上是宋代他那个王国呀 对 他之后被元人践踏了领土之后 他发泄自己的那个内心的那种郁闷 所以他那个画派有时候画的那都是 非常苍凉的那种景色 是是是 用笔都是非常的这种粗犷那种的 然后到了晚明又出现了这个 人家就说你看大清来了 把这个明代给灭了之后 然后那个明代的文人 他为了怀念这个故国 他又模仿这个宋人的那种 残山胜水的那个东西 他画了很多的 所以江南在这个意象里边 就变成一个南北冲突的一个焦点 然后文人的和诗人都用这个来表现 南北的那种 这个就像你说的 就是说江南越来越被捧为一个 然后你清人是 好像是个精神圣地 精神圣地 然后你满人来了污染了 是吧 把我们江南污染了 所以我们就原来都是非常的 这个秀美的山水 变成画的那你看诗涛画的很多的 都是那种那个非常粗糙的那种 是 皱笔 他那个笔墨画的那有很多的那种 叫残山胜水 然后而且里边 诗里边他要用隐喻 他就说残山胜水 什么不断的什么 然后郁闷的那种东西 这个就特别有意思 就是他南宋的这个意象 隐喻 转到了一个晚明来 变成了一个 然后那清人就 所以皇帝就 就非常难受不高兴 所以为什么皇帝到最后搞文字语 他就对这个江南人的这种情绪 后来乾隆包括康熙 其实都是很有文化的 他能看出来 你发泄不满 你比如说你里边出现胡字 胡人什么之类的 他觉得是影射他 鱼艳有最有名的一句话 就是清风不识字 何必乱翻书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描述 你窗头的风一动 然后说这对我们大清不敬 说我们不认字 文房 他就敏感到那个程度 所以江南就变成一种 就是说清朝对一个 这个又爱又恨 他觉得江南这个地方 是一个文人会翠 人文渊守 对 但是他就很羡慕 但是他又觉得又怕 他看不起我 但是他又想保持他的满足特性 因为他那种刚强的那种 骑射的那种 上武的那种精神 他又怕把这个东西给淹没了 所以他到江南南巡的时候 他就非常的纠结 内心很矛盾 就是说一方面想学江南的东西 但是他前龙写了四万多首诗 但是大多数都是捉刀的 这个枪手 但是在写的过程之中 他又觉得江南这东西确实好 所以他搬到这个 你看三山五园里边很多都是 对 你看那壁暑山庄里边 包括一棵园里边 全是江南的园林 但他又对江南世人 他又挺恨的 他说江南老是觉得他文化高 我们是野蛮人 他这种纠结 其实我的有一些心态 或者感觉是跟你差不多 因为我是东北人 东北你不是大连的吗 大连不是东北吗 这是什么意思 对对对 我把你想象清倒了 东北东北 对 所以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就是我们小时候老听评书 然后一弄就说小南蛮 然后在我们东北人眼里 东北以外都是南蛮 对 然后可是等我们 比如说我就想文化上的概念 其实东北应该没什么文化 因为我觉得没有办法 我们那地方 你只能整天跟天作斗 跟地作斗 你要养活自己 因为它那个自然环境恶劣 可是我就觉得 我也是比如说长大以后 去了南方 真是觉得那个 真是一个天赐的 一个好地方 你到那干什么 你不去写诗作画 你干嘛呢 这边你也不用去劳作 你就与你俱乡 所以我老是开玩笑 因为我有些朋友在浙大 包括他们在那个 因为他就要西湖边上 我说你们天天的这种 江南才子 殷师作父 我觉得很自然 就会这样 所以我们这些北京来的 我们就到这喝茶 然后回去就变成批判职分子 然后我第一次 我记得我第一次到了杭州 我第一句感慨 我说我就知道 皇帝为什么到这 就不愿意收复美方之土了 在这太舒服了 我干嘛 偏语就挺好的 包括你看那洪秀全 他到了南京 也不想 他就完全打了 也不打了 你看那个 我不知道你去不去 那个兰亭 去那个兰亭 你说那个文人在那边 闲着来 你说是兰亭集序的那个 对啊 就在 对对对 去到那个地方 真是觉得你 我不会写字 我都像我在那待几天 我练练字 在那去学学书法 所以你看那个 他那自然环境 就有一种这样的 就是钱东他老去 去了好几次 结果他就发现 不能老去 结果他把那个 比如说取水流伤的那个 他搬到他那个 紫禁城里边去 对然后就对 整个颐和园嘛 就是要建个西湖嘛 对是吧 对对 咱们去一下广告 枪枪散人行 所以人那盛产文人 也是应该的 所以这就说到 杨老师提出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喜欢生活 在哪个朝代 你是研究青史的 你喜欢生活在清代吗 我那里面就给了一个 特别吃惊的答案 就是因为那时候 我就说几个朋友 随便有点像这个 划拳似的 就说你喜欢哪个 我说我喜欢明末 大家都很吃惊 说你为什么喜欢明末 王国的这个 而且里面很糜烂 那个商业很发展 但是然后有人说 喜欢这个先秦 大哲学家 大思想家都那种 有人说大唐 诗人这种的 甚至有人说 喜欢魏晋 魏晋据说 明史 据说魏晋 人家都可以裸奔 那名是 非常豪放的 自由的 为什么喜欢明末 我说这个见仁见智 我给了一个理由 是见仁见智 因为什么呢 因为喜欢任何朝代 都有理由 但是我是做青史的 我是把明末跟青 做了一个对比 所以我相对来说 因为它跟青最玄接 玄接得最紧 所以我就说 相对青来说 我这有一个前提 明末是最好的 因为他明末 当然也有他的问题 因为每个朝代都他的问题 但是明末有一个最大的 一个好处 就是他的思想比较自由 可以自由结社 集会 是吧 包括出了一个 也是我的一个 很心仪的偶像 就是王阳明 是吧 大儒 大儒 那个 心学 对啊 他自己的内心的世界 非常丰富 而且他 而且他这个非常通俗 他那个就是泛夫走卒 都可以听讲 而且据说是当年虎丘塔下 聚集上千人 埋骨造范 在那辩论 然后大家 这个 那么现在我们都很羡慕 是吧 那个时代的那个 那这个倒清就不行了 清就有很多的这个限制 还有就是说明代的阎官很厉害 就是你可以随便的上书 然后去 去这个指责 你皇帝怎么不对 然后还有御史 御史 其实阎官的品位非常的低 就是七品芝麻官 但是呢 就是因为 故意让他官低一点 因为他你要官大了 他有顾虑 他批判皇帝 或者说指责这个官僚 他就会顾虑 他就 他就故意把你的官放得很低 但是你可以指责 你可以直接指责皇上 这个我觉得明代这个制度非常好 当然这中间后来又受限制 比如说皇帝不高兴的 就打板子 然后你就给你发 但是他前不后继的这个阎官传统 给你造成了那个相对那个明代的 那个气氛是比较 相对比较宽松 但是后来什么 什么那个太监执政啊 什么魏忠贤呢 然后东林党 你看东林党后来势力非常大 最后就进去了 但是有人说东林于孽 你这个所谱党 政争这种 但是我觉得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 那我从从 我仅仅从这个个人的这个自由啊 这个讲会啊 这个比较文人雅籍的这种 这个我比较能够认同 我觉得我能理解 就是说啊 这个晚明啊 它就是 我觉得是人类可能真正的文明 就是和生活 这个私人生活 甚至是生活艺术化 因为你知道我在台北啊 有些台北的这个文化人呢 就跟我讲了 他说我们现在台北 很多这个文化人的生活状态啊 很像晚明 这什么意思呢 其实就是讲究 咱就说讲究生活质量 你把你的生活过成自己的艺术 你看这个 后来我才知道 《红楼梦》里的这种调调 你看过这个有个 有个晚明 有个我很喜欢的文人叫张黛 张黛写什么夜航船呢 这张黛 还有这个叫什么于怀啊 什么于旦新啊 是吧 还有一些人写这个 像什么福生六计 是不是晚明的 就是那种 神 对 这个我可能记得不一定准啊 我就像你看像张黛这样一些人啊 他们到了老年呢 那就是清朝打过来了 这个等于说对他们来说 就是亡了嘛 但是呢 追忆似水年华 他就是描写 很多回忆晚明生活的这个书啊 这些明朝的移民 对 他就是当时的繁华 对 后来我才知道就晚明的这个工商业水平 对 还是文化艺术 甚至有人今天就高抬到一个什么呢 说本来晚明的时候 中国有一个机会啊 创造文艺复兴 就达到中国的文艺复兴 这个程度 但是当然最后历史不是这样的 可是你就知道那个时候 他的这种生活艺术化 到一个什么程度 对 这个主要是我觉得是晚明 他这个 当然工商业发展这是没有问题 就是他达到了一个高度 所以他所有的文化都跟这个是相应的 就是他商人非常的这个多 而且就是延商啊 什么灰商的赞助这个文化 他也非常频繁 还有一点就是 他的这个文化往往是私人化的 私人 他是私人的 比如私人藏书楼 他有一个网络 你比如说江南为什么让人羡慕 就是他私家藏了上万卷的 大家这个来回交换这个书 然后非常的愉快 然后又通过雅籍 通过自由的这个讲学 对 还要立书院 但是后来张居正是废了一次书院 就是他把书院给停了 但是后来又张居正一死 马上书院又起来 但是一到清朝 他就进鹏党 进这个有一段也是进书院 后来书院越来越官方化 而且私人的东西 他不让弄 他搞这个官方的东西 比如大型工程 四库全书 对 他弄 那私人的这个流通的东西 他就慢慢的 他就要限制 所以明代明末的很多的东西 我觉得跟清朝一个 做一个对比 你就觉得 这个明末还是一个相当 成熟的一个 而且是那种文化非常成熟 对 在越往早的话 他有时不成 也不能说不成熟 就是他可能的文化是相当多元的 但是他那个品质和那个 没有达的 你比如唐代 唐代是一个非常多元的 但是唐代的 他那个儒家文化 或者说世大文化这方面 并不是很发达 他是很多 比如说李世民就是胡人 对 他是一个 然后有人说开玩笑 就是说这个李白能写那诗 太通俗了 所以他是胡人 然后窗前明月光 一视地上霜 这肯定是个胡人写的 太通俗了 大白话 大白话 当然这个是个玩笑话 所以就是说李白是哈萨克斯坦人 也可能是那边 碎叶城 对 往那边就是 争他的 严禁城市 对 争他的这个 出生地 也就是说他是个多元文化 但是他相对的 文化的那种成熟 或者那种 如果我们仅仅从世大文化的 这个本身的一个成熟的 形态的角度 在晚明可能达到了一个 相当成熟的一个 这也是我喜欢的理由 当然加上清朝的这种压抑 清朝而且那个有一点就是他忌妒 就是他 他特别想弄这个 但是他又不让别人弄那感觉 就是皇帝自己把一些东西 拢在一起 然后想办法来 他有总是有这么一个感觉在那边 他觉得就像今天我们也能理解吗 就觉得你们打心眼里是不是瞧不起我 对 我都这么成功了是吧 我就得罢我 对吧 就好是 可是你们呢就会写两笔字是吧 对 这些喊杀摄影我们说 对对对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瞎想 瞎想 你女嘉宾喜欢什么朝代 不是我还真是认真想了很长时间 这个问题 哪个朝代是女人地位最高的 没有我是觉得 从某个角度讲 我挺喜欢唐代 因为唐代以肥为美 我就不用那么结实 大家你看你看那个唐三彩或者什么那些雕像 女的都胖乎乎的 然后都特高兴 我觉得就挺健康的 你干嘛给弄的 就后来咱们又说缠足又干嘛 所以我就觉得要从女性的健康角度 我觉得唐朝是最好的 你这说 要穿的还挺奔放的是吧 对 你看那个 以肥为美多好 你看咱们后来电影里在线的 那个那种服饰 你看多好 你们男的看着也挺高兴的是吧 而且唐朝给我感觉是国际化 他其实他有点 对 因为他刚才老师说了 杨老师说了 那他本身是少数民族统治 所以也没有那么多的思想束缚 是吧 就到了宋代就开始有那些 对女性的束缚了 你要就是咱们现在说的封建思想 宋代就是太道学气 太浓 道学气 对 给你规定了很多的这个规定 像朱熹他们那些 对女性就开始有压迫 你看朱熹两个大入 后来宋明两个大入 朱熹和王阳明 但你看王阳明很潇洒 这个人就是在山洞里蹲着 然后把这个想宇宙的事情 然后最后突然觉得大方光明 我自己跟上下为一体 然后朱熹就是规定很多礼 对 当然我并不是说朱熹不好 就是他规定很多 你别坐着应该要直着 然后祭祀是怎么样的 然后给你很多的规定 而且你看王阳明 王阳明师弟也很潇洒 周国通 我刚才想哪个师弟呢 这个师弟 他叫邱楚基 他进入传说 但是你讲的江南这个概念 你看你说你晚明 我都联想起 其实这个研究历史的人 我觉得也有一个价值观的问题 比方说不要成王败寇 这个偏安 中国历史上南宋 包括晋朝 魏晋南北朝 他偏安在南方 你觉得好像是 他国家不好吗 可是实际你可以从文化 艺术 文明 从更多的角度 去看当时的状况 我们太习惯用大一统的 那种想法 接下来为你播出 文明启示录 丧尸小的 文化的多样化 对 和活力 就太贪图疆域上的那种